从国庆节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沙特记者卡书吉失踪的消息,一直待在国际新闻的热搜报上,最近几天甚至爬到了榜首的位置。 但是,卡书吉失踪案的真相差不多,已经到白于天下了,沙特那边也半周半眼,的承认这名记者是被他们给害了,可能这两天,沙特的王主小萨勒们罪名质量不大好,或许还有点后悔。 假如他真的后悔了,后悔的应该不是干掉了卡书吉这个人,后悔的是自己选错了办事的地点。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科威特、阿联酋或者巴林等这些和沙特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事情现在不至于闹得这么大,大到沙特的股票全面大跌,各种外部投资开始观望甚至停滞,外交工作也陷入了各种被玄契的困境里。 还有一直以来高调任性的王室也面临着,都不给全世界一个交代的尴尬语言,如果小萨勒们这几天的睡眠质量不太好的话,原因大概就是这些。 曾经在这巨大的负面影响理念,小萨勒们和他爹,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不就是除掉了一个人吗? 怎么会闹得这么大?沙特王储小萨勒们闹得这么大,当然不是因为卡舒吉的名气特别大,卡舒吉虽然是一个知名的记者和编辑,在中东地区和美国都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是还不至于影响到让一个国家的内政外表陷入跨境的程度。 事情闹这么大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小萨勒们卖太草善太热心,没有经过深思熟、律,把办事的地点选在了土耳其。 土耳其最早申请加入欧盟的时候,现任总统埃尔多,而只有三十来岁,如今他已经奔着六十五岁去了,土耳其依然不是欧盟的一员,而且加入欧盟的可能性逐年降低。 于是微觉不安的埃尔多,啊,不再对欧盟保多少希望,他外交的希望已经变了,变成在中东地区做一个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大国。 做出这个转变,也是土耳其的自身条件非常自信的表现。 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这个确保了他和中东国家是一伙儿的,想在中东混了好,这个,算是最基本的配置。 另外土耳其是所有穆斯林国家里面是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他的经济,制度,科技,穿衣打扮等各个方面,都很像欧洲国家。 有了这些条件,土耳其觉得自己就是中东穆斯林国家未来发展的标杆,值得他们学习和借鉴,土耳其和沙特的位置。 既然土耳其有了在中东做大做强的愿望和行动,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沙特这个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沙特的竞争力并不在经济和制度上,而在于宗教,虽然土耳其对自己很自信,但是土耳其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其原产地就是人家沙特。 在宗教方面,沙特有着先天的领导优势,多少有点一股反应的能力,要是再给沙特加一条优势的话,那就是持有带来的收入和国际地位。 两个自以为是的国家出现在了同一块地盘,难免会有外交上的摩擦,土耳其和沙特在对待巴勒斯坦的态度,对待凯塔尔的态度,对待伊朗的态度上,基本上是站在对立面的。 时间久了,这种对立会逐渐催生出仇恨来,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是这种样子,王储却要选择在土耳其办事,这个风险就有点大了。 虽然沙特的领事馆在土耳其,但是使馆可是沙特的领土,沙特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处理自己人。 理论上来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不应该过问的,至少没必要拿着大老把全世界招摇,如果两国关系很好的话,他完全可以低调的解决这件事。 事发的沙特领事馆实际情况是埃尔多安为恐险下不知道,不但让一些视频资料和流言蜚语到处蔓延,还高调的表示要心思独办这个案子。 经过六年的雪利亚内战和欧洲难民危机的锻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总统,他在国际政坛上的流量数据还是很不错的。 经过他这么一折腾,恰出其失踪案,很快就上了热搜,既然就是上了热搜,那么全球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神秘的国家,神秘的王室和神秘的失踪案,这一切太值得关注了。 关注的人群里当然少不了美国人,美国人民见不得这种残忍的事情发生,更见不得沙特这样的政权做这种残忍的事情,于是娱乐很快一边倒地批评沙特政府。 不少热心群众挤着牌子,在白宫外面要求总统做点什么,面对汹涌的民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站出来说点什么,因为这既是美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期待。 在贾书记痛苦而绝望的离开人世的那几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上痛斥美国的制裁,印度总理莫迪在庙里烧香败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忙着安慰联盟党一起被战即将到来的地方议会选举,英国首相没一脚尽脑汁完善脱欧的方案。 在贾书记失踪案上,为什么全世界人民不去搭搅他们几个,偏偏就盯着特朗普呢?民众在使馆外举牌抗议,因为沙特是美国的盲人啊,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地球人都知道,在去年5月20号这个很有爱的日子里,特朗普第一次邪夫人外出宝贝们,他第一个到达的国家就是沙特。 当时沙特王是掏了将近七千万美元,举行了史上最盛大的接待活动,那一次特朗普见了老国王撒勒曼,王储纳伊夫,以及当时还不是王储的小撒勒曼,现在回头看过去,都是一帮老熟人啊。 如今,老熟人做出了一件,耸人听闻影响很差的事儿,大家抱着严惩兇手或者幸灾乐祸的表情看着特朗普,看他要如何满足大家的期待。 特朗普不敢带万这么多人的期待,他故作愤怒的说沙特的老熟人们,是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是他们干的,我肯定严肃处理。 然后他还打发自己的国务卿蓬佩奥的沙特出个场,虽然我们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个网红总统,但是他的流量要适合特朗,普比起来那还是差太远了。 特朗普是网红里的大咖,恰书及失踪案,经过特朗普的转发和评论,就彻底变火了,变成了一个地球人,都想知道结果的公共事件,有了特朗普的参与。 这事儿注定要爬到热搜榜的最前面去,蓬佩奥奉命到沙特出差,原本在自家领事馆上偷偷摸摸干了一件坏事,没想到被弄得全地球人都知道,这一定让网红非常愤怒。 他恨的不是手下人办事不利索,而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大嘴巴,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分享转发,事情虽然吓人,但是按照一般热点事件的规律, 这热度一过也就安静了,但是经过这两个自带流量的男人一折腾,这事儿想安静都安静不了,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来说, 他目前的处境并不乐观,过去的两年他经历了政变和修宪,国家经济持续变差,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总统,就不是一个好总统,在这种时候,他就不能在其他方面犯下任何错误。 如果在假书籍案件发生的时候,他不能及时做出响应的话,网红们最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那就是,要等,况且凶手是沙特这个跟土耳其彼此仇恨的国家,整一整他说不定还有意外生活。 11月6号马上就到了,那一天美国众议院全部成员和参议院的三分之一成员要换人, 共和党的多数优势到底能否保持下去,直接决定,而特朗普后面两年的日子是好过还是难过,在此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舆论的风向怎么走,特朗普只能乖乖的顺及舆论做出一致的反应,或许他打心底力,不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王储找麻烦。 但是没有办法,不给王储找麻烦,就是给自己和共和大找麻烦,总是有人要陷入麻烦的。 特朗普曾经和小萨勒曼在白宫聊天,有了两位网红总统的推国助澜,沙特王氏就感受到了全世界的压力,大家抱着惊讶的,泛怒的,以及好奇的心思,等着这帮人给世界白衣解惑,看目前的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 这件事儿很难熬过去,僵持得越久,对沙特王氏的维系,以及沙特的经济,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损失就越大,所以王氏不得不给世界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已经低调的出现了,那就是允许土耳其警方,进入已经本事一心的领事管理调查,同时也承认了人是被他们害了。 但主要是因为负责办事的特工错误,在领会了王楚的意思,把审讯理解成了杀人,后续沙特那边,会不会再找三两个替罪羊出来,应该正在观察和商量中,王楚发了满容不得对他权力的威胁和政策的批评,他需要教训一下卡舒吉来警告其他人, 这一次他不但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以至于用力过梦,这国家和他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想化了那当上王楚的一年多来,做了很多打破宗教传统禁忌的改革,提出了很宏大的计划,这些都很受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经过卡舒吉失踪案之后,这些追捧还能剩下多少,是个很大的疑问,王楚想犯了万做的这件事,将来或许会变成一个经典案例,进入某些学生的课堂,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案例不但给无法无天,德沙特王是敲响了警钟,对其他打算任性做事的国家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们个人,也要从王楚那些,考虑的行为, 因为,中有所反思和自行,别在生活中干出类似失控的事情,欢迎关注局势军公众号,局势很简单 MID,Talk for AC